使用者真的也很好用 好了 Windows內建的除了這個 還有呢 如果 先調查一下 現場老師你那個 已經有Windows 11作為系統的有沒有 一個而已 兩個 其他老師都很客氣 語音輸入是升級Windows 11最重要的 這種動力 所以如果你沒有升級到Windows 11的 你就沒有 在電腦上講話的權利 真的很可惜喔 來我們看一下 如果你已經升級了 那你可以按下 這個 一樣是Windows這個按鍵 加上什麼 H 加上H就好了 它就可以 打開語音輸入 因為這個功能 就跟我們一般的輸入法一樣 只要你在任何可以輸入文字的地方 反正就跟你用手機一樣嘛 你會用講的 對不對 好你只要打開它 就可以了 重點是 還可以講標點符號 跟用iPhone一樣 各位同學 逗號 我們今天在屏東上課 逗號 這樣了解 你就可以 這個文章我打開 打開給各位看一下 像這樣 其實 快速鍵在這裡 你只要按下去 你就會看到有一顆 這樣子 你只要按下去 它就可以了 好 其實它有兩種 一種叫做自動標點符號 不過我覺得自動標點符號 有時候很高 就正確距很高 但是有時候又不太靈光 所以平常我都乾脆就算了 我們還是工人智慧一下 因為平常你不用特別 如果你有啟用 它就是依照你的羽翼 就是有斷的地方 它就把你加逗號 句號這樣子 可是 就是 不是很靈光 所以我就覺得 我還是自己手動來 你看像這樣子有沒有 打一打 有沒有就自動幫人弄進去 對不對 好 重點是你看 它支援的這個 雅正你要用講的 你可以直接跟他講 這些都OK 你看斗號 分號 句號 帽號 金他那問號 有沒有都有 都可以的 只要就是你跟他講這個 他都可以 順利的打出來 甚至連換行都可以 以後你 不用按enter 換行 也可以啊 你也可以刪除 所以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還蠻好玩的 這個是 給大家參考一下 另外一個就是 Windows如果你要 到了Win10以後 你要切換輸入法 它是 Windows這個按鍵加空白鍵 你看早期老師我們在切換的時候是 Ctrl加空白鍵 對不對 Ctrl加Shift 現在都不用 你按那個 Windows按著加空白鍵 你看我的輸入法有沒有 有沒有 我Windows按著喔 空白鍵按一下 空白鍵按一下 有沒有跟我們以前用的方法一樣 這樣有沒有了解了 好所以你可以透過這樣子 直接做輸入法的切換 因為 說真的 大家還不太習慣用這一種 尤其是 您電腦用比較久的 可能都還會習慣用那個 Ctrl 去切換 事實上現在不用 就很方便 像這樣子 這樣OK嗎 好所以 我們剛剛花了一點時間 先跟老師稍微介紹一下 鮮內球 好 內建的 如果你覺得不錯的 就可以馬上用 啊等一下我們再call out求救 因為不夠的我們就 去外面找嘛 對不對 好 好 好